1985年11月27号的傍晚 两个农民匆匆跑进陕西前县县政府的值班室 嚷嚷之说要找领导 说他们今天碰上一件七小事 因为修路需要食材 当天下午那两个人在梁山主峰东南坡炸石头 前两炮炸过之后没有什么异常 这第三炮炸响之后可不得了 爆炸处竟然出现了几根石条 这些石条十分的整齐 很像是人工凿成的 上面还刻有一些字 难道石条是从瓜婆林里炸出来的吗 想到这里两个人顿时觉得事关重大 便急冲冲的赶到县里反应情况 听到这儿啊 估计你要琢磨啊 这炸出来的是石条又不是金条 他们为什么如此紧张呢 他们所说的这个瓜婆林又是什么呢 照片上的呢 就是位于陕西前县城北梁山上的瓜婆林 瓜婆林呢 那可不是一般的地儿啊 那是当地土化的教法 实际上呢 他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 叫乾陵 这乾陵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和他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墓 武则天的有个侄儿叫武三司 称武则天为姑婆 因此世代住在这个地方的农民呢 都称武则天的墓地为瓜婆林 武则天是唐朝功臣武士祸的子女 十四岁时 财貌双全的他进入后宫 成为唐太宗的才人 四号五妹 唐高宗时初为昭仪 后为皇后 尊炮天后 与唐高宗李治定称二圣 六十七岁时 武则天自立为皇帝 建立武洲王朝 在位十五年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死后 以皇后身份 与唐高宗和藏于陕西咸阳市区西北方五十公里的梁山 陵墓被称为乾陵 看来 蹦出十条的梁山 确实是在武则天的墓地附近 那么 这些十条 真的是从乾陵 被炸出来的吗 听完两位农民的讲述 前县县政府的值班同志 也不敢怠慢 火速地将情况 向县领导 做了汇报 县领导听完之后呢 也纳闷啊 这些十条 真的会和 乾陵有什么关系吗 乾陵领导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啊 武则天的乾陵 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 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轰过 一千二百多年之中 有名有姓的 盗乾陵者就有十七人之多啊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出动的人数高达四十万人之多 乾陵所在的梁山几乎被挖走了一半 如果问世界上哪个皇帝的陵墓最难挖 那么毫无疑问 是武则天五妹娘的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 可是这两位皇帝究竟埋在乾陵的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乾陵的地宫究竟在哪 一千多年来却依旧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了找到地宫 历朝历代中很多人可谓是对见心机 据史书上记载啊 唐高宗李治死后呢 武则天把占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金银 作为陪葬 埋进了乾陵 而武则天死后呢 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 又把宫里边三分之一的宝贝送进乾陵陪葬 据专家推测啊 乾陵地宫里的珍贵文物 光这个重量就很有可能超过了几百吨 如此数量惊人的财宝 您说说这打主意的还能够少了吗 说到最早打乾陵主意的人 要属唐朝末年的起义军领袖黄朝 中元881年 黄朝在兵打进长安后 出动了整整四十万人 把梁山从山顶到山脚挖了个底朝天 直到今天 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几十米的深沟 据说那就是黄朝当年寻找地宫时留下的 所以这些深沟又被称为黄朝沟 可结果他连地宫的影子也没见长 出动四十万人到墓啊 这黄朝也够狠的 然而比起另外一个狠角色 黄朝那也就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此人名叫温韬 是五代十国时期的耀州节度使人 因为长安当时呢 是这个耀州的地盘 胆大包天的温韬 在当这个节度使的七年当中呢 弄是把这个唐朝所有皇帝的陵墓 给挖了一个遍 因此呢有人称他为史上最大的盗墓贼 乾陵是温韬最后下属的一座唐朝皇帝陵墓 之前他已经挖开了十七座皇陵的地宫 但面对乾陵他却束手无策 和皇朝一样 温韬已带着数万人马 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 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 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秦 温韬实在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 随此掘了念头 据说啊温韬三次上山那都是风雨大作 人马一撤天气立马转秦了 这些究竟是事实还是传说呢 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温韬这个大盗墓贼 唐朝十八座皇陵 他盗了十七座 唯独就是没有洞成这个乾陵 乾陵遭受到的最危险的一次盗墓 那已经是一千年以后的民国时期了 这次出洞的他可不是四十万大军 而是一个现代化的整编师啊 盗墓的工具 那也不再是什么锄头啊铁锹 而是开山披石 如砍瓜切菜一样的鸡枪打炮 民国初年 陕西军阀孙连仲为了仇军响 想效仿孙变英到东陵 并将目标锁定在了乾陵 他派了一个工兵团 用炸药把乾陵炸了个遍 但是始终也没有找到帝宫 乾陵地宫肩不可摧 千年古墓价值连城 据专家推测啊 乾陵地宫里的珍贵文物 光这个重量就很有可能超过了几百吨 神秘国宝消失多年 蓝亭旭真迹是否随葬乾陵 古则天和李世民一样 那可都是王羲致的铁杆粉丝 大机密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我们讲到呢 一千多年的时间 无数贪婪的眼睛盯着乾陵 并且采取了各种盗挖的手段 全部都没有能够得逞 那么这个乾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构造 为什么武则天的乾陵被称为史上 最难挖的皇帝陵墓呢 乾陵位于陕西省前县城北 六公里的梁山上 这个梁山呢是一个石头山 很难挖藻 有人说啊 那用这个炸药来炸不就行了吗 当然不行 陵墓埋在深山中 不炸它两个月 那是出不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孙连仲炸了半个月 也没有能够炸开的原因 那么说到这儿啊 我们又回到咱们节目开头当中 所说到的两个农民 在炸山时炸出来的神秘石条 炸出石条的地方 正是武则天和他丈夫李志的陵墓所在地 乾陵主峰的半山腰 那么这些炸出来的神秘石条 真的会和一千多年来 人们变寻不着的乾陵地宫有关系吗 接到报告以后呢 县政府的干部立马就赶到炸出石条的地方看了看 他们让几个农民用碎石把这个炸点盖住以后就告诉农民 以后不准在这个地方炸石头了 炸出石条这事呢也不能张扬 听干部这么一说呢 几个农民就收拾起工具回家了 不久乾陵炸出石条的消息 很快就被报告到了陕西省的相关部门 很快省里的考古工作队来了 考古队员在炸开石条的地方 看看挖掘后发现 这些石条是台阶的一部分 从规模到设计 都跟唐代文献中有关乾陵地宫 骑门以石壁栽 驻铁水以故劳的记载完全吻合 可以肯定这个地方就是乾陵地宫的悟道口 这个深埋在地下的入口 从外面看不出半点寒击 这也正是千年来人们都找不到它的原因 可以说啊 如果不是两个农民误打误撞 人们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乾陵的这个入口 发现乾陵地宫入口的消息传开之后呢 立刻就轰动了全国 不过考古界最关注的 并不是传说当中的那些大量的金银珠宝 而是一件神秘消失了多年的国宝 是什么呢 您要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呢 看到这幅字啊 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 您要是不懂书法呢 听到这件宝贝的名字 那也会是如雷逛耳 没错 他就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 书圣王羲之的代表作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蓝亭序 当年王羲之与一众文人雅士 在快计山音的蓝亭饮酒作诗 半醉半醒之际 王羲之挥毫泼墨 一口气写成了这篇绝世佳作蓝亭序 酒井之后 王羲之感叹 自己再也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了 他最重要的艺术价值就是终合之美 蓝亭序的第一个艺术特点 就是以初识之笔 书写入世之心 然而蓝亭序问世没多久 便成为了收藏史上的千古之谜 据说当年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 几经周折最终得到了蓝亭序 李世民得到蓝亭序后 爱不释手 不但每天临摹 就连睡觉都要把这幅字 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 临死之前 李世民还千叮名万主妇 一定要把蓝亭序埋进墓里给他陪葬 所以人们一直都认为 唐太宗病时候 蓝亭序作为陪葬品被埋进了昭里 可后来人们惊讶地发现 这件国宝并不像大家以为的 被李世民给带到地下了 那么有人要说 蓝亭序有没有陪葬给李世民 别人怎么知道呢 说到这儿呢 咱们又得提到那个温涛了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盗墓专业户 除了胆大 脸皮还特别的厚 他每到一座皇帝墓呢 都会把他到手的宝贝 一件一件地给登记造册 还印成了书传给后人 正是从这些书里边 后人发现的 李世民的昭林陪葬物品当中 并没有蓝亭序 那么这蓝亭序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有人说啊 李世民的这件心爱之物呢 很有可能被武则天给带进了前陵 理由很简单 武则天和李世民一样 那可都是王羲之的铁杆粉丝 咱们文气一点说 那可都是王羲之的拥躬 武则天也是一个书法家 他不但是一个文学家 政治家 他写那个身先太子碑啊 都被古人称为这个 其格调之高啊 无其辟者 就没有辟底的作品 因为武则天的书法家身份 不少专家都认为 神秘消失的蓝亭序 很有可能就埋在前陵 如果这个东西不再招离 当然也有可能就他就带到他这墓里面合葬的时候 而且他的儿子李现也爱书法 而且在蓝亭序上盖了他自己的章子 叫神龙卷 就成为玉品 所以好像有可能在 在前陵 那么蓝亭序到底是不是埋在前陵呢 有人会说地宫都找到了 进去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发掘前陵始终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进步 让武则天的陵墓重见天日的时机 真的成熟了吗 陕西发现前陵隧道 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 时任中国副学院院长的史学家 大文豪郭沫若 1960年提议发掘前陵 然而周恩来总理权衡利弊撕之再三 在前陵发掘计划上提笔批示 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 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 1961年 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陵入选 近年来呢 关于前陵到底是挖还是不挖呢 考古技能那是争论激烈 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挖掘时机未到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来看看这前陵地面上的建筑吧 说到前陵名气最大的谜团 那就得属著名的无字碑 这块碑呢 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刻而成 高八米 重百吨 气势辉弘 自秦汉以来 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够数碑力转 可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石碑 却没有刻上一个字 上面却是空空如也 千百年来人们做了不少的猜测 武则天礼无字碑 究竟向传递怎样的信息 就把这个碑留空在那儿 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朱雀文外 无头十人 刻的究竟又是何人 几乎所有的访客游完之后 又带着一连串的问号 畅然而归啊 考古技术日益成熟 武则天陵墓是否能够重现天日 请继续关注湖北外事大机密 古墓宜云之 潜陵武则天陵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 唯一敢废出正统登上皇位的女人 只有武则天一人 他六十六岁时 高悬起武周的旗帜 硬是当了十五年皇帝 有人说武则天知道女人当皇帝 在当时一定无人可以理解 于是死后 在自己目前处起无自卑 一生功过 任凭后人评说 如果是武则天自己 在生前立的无自卑 我觉得这个无自卑就是 不与平说 他瞧不起群臣 因为这个东西他不好自己写 要他的臣下来写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读懂我 所以我不要你们写 干脆你们不要平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自己能读懂我 但是我又不能写 我写了你们认可不认可 还是一个悬案 还有一种说法是 武则天是一位出色的皇帝 因为在武则天当政的几十年里边 武州帝国那是繁荣昌盛 全国人口由之前的三百七十万增加到了六百万 他觉得自己功劳太大 用文字都不足以表达 怎么办呢 那干脆就空那儿吧 别写了 这才有了武则碑 关于武则碑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公元705年 李显和宰相张简之发动神龙政变 逼迫武则天退位 恢复了李唐江山 那么武则天驾崩以后 按老规矩 他的碑文得由重登皇位的儿子李显来写 那这个碑文该怎么写 去让李显逃疼 你说这个碑文怎么写 写的历史还得把它写 把它自己从皇帝国上撵下去 还得把它流放了 后来再把它召回来 这个历史都没法讲 终究感情人还是有点伤痕的 你说他妈妈坏话 这又不笑 又不合道义 是不是 所以也不能说 而且妈妈最后对他有恩 又把皇帝让给他了 还给他了 所以你要处在唐宗的位置上 你怎么写 干脆空了算了 这也别写去了 没错 您要是站在李显的位置上 那该怎么来评价自己的母亲呢 还真不好说 骂吧 不合适 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娘啊 为着良心说好话呢 好像也不太合适 母亲对自己到底怎么样 那旁人都看着呢 那就什么也就不说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武则天知道自己 活着的时候呢 干了不少的好事 也干过不少摆不上台面上的坏事 他自己呢 也想得开 把后人说我是好是坏呢 我死了以后也管不着了 就把这个碑留空在那儿 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而如今这个说法呢 还是广受认同的 其实这潜陵身上的谜团还有不少 比如潜陵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 离着两组共六十一尊十人像 这些跟真人差不多大小的石头人像 是雕刻精美 徐徐如生 可奇怪的是 几乎所有的人像都没有头颅 而且就在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对潜陵航派调查的时候 以外的在航派照片上发现潜陵南边的麦田里竟然有十几个神秘的巨型圆环 这些圆环大的直径达到了一百一十米 小的直径也有五六十米 更怪的是 这些圆环照片上是清清楚楚 可到石地上去找又找不着了 那么这些圆环又是什么东西呢 潜陵留给我们的谜团实在是太多了 如今人们在潜陵司马道下车 看到的只是一座和山体浑然相容的皇家陵园 那么地宫在哪里 秦陵又在哪里 几乎所有的访客游完之后 又带着一连串的问号 怅然而归啊 人们有理由关注的是 陵墓里究竟有些什么宝贝 武则天唐高宗的遗体还能不能够见到 会不会出现像湖南马王堆那样的千年女尸 如果就只留下一副尸骨 借用现代化的造型技术复原 我们是否还能够重建武则天武妹娘的真实风采呢 这其中啊 隐藏的谜团实在是太多了 若能够打开 潜陵无疑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最具观赏性的博物馆 在2005年第五期国家地理杂志上 刊登一篇题为 潜陵天下第一陵 打开石破天佑金的文章 主张发掘陕西省前线的一座唐代帝陵 一时间争论四起 许多考古专家 针对这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观点争锋相对 使得这座特殊的皇帝陵命运备受瞩目 近些年来 是否发掘潜陵 也成为了很多专家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关于陕西潜陵的消息不断传来 既让人们对这座神秘的武则天墓 充满了憧憬 也让人不禁怀疑 是否不久 潜陵就有可能被发掘了吗 对此 国家文物局表示 50年内不考虑发掘潜陵 在中国历代帝陵中 潜陵是最特殊的一个 它是全国唯一的两个帝王合葬墓 一个是大唐的高宗皇帝 一位是大洲的泽天皇帝 自公元706年 武则天与丈夫李治合葬在世之后 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了 陵内地宫当中 藏着大量的珍宝和秘密 堪称世界第九大奇迹 金银珠宝 让鸡鸣狗道之徒垂涎欲滴 文史秘义 则令文人学者望隐一川 潜陵作为至今 未能够被盗挖的黄陵 和他的主人一样 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潜陵这片土地上 还有很多个谜团 等待着我们一一地解开 1927年的夏秋之教 本是农忙的季节 但代加湾村的村民 却都没有在自家的田地里盲收割 因为中庆社 永顺社等有名的琴枪班子 在代加湾村这个小地方 搭台唱戏 引起了不小的轰度 方圆百里之内 很多其他村子的村民 也都闻讯 纷纷赶来听戏 一时间 是万人空相 热闹非凡 起初村民们 对这戏是连连较好 可渐渐的 事情变得蹊跷起来 这戏班子 是乡长杨万顺请来的 据杨乡长说 孙子李来了贵客 为了给贵客接风 所以他要请客看戏 要按照习俗 无论红白戏事 搭台唱戏 也没有超过七天 而戴家湾村的 这场琴枪大会演 一唱就是三个月 再好听得起 让你连听三个月 恐怕也得听腻 那杨乡长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每到夜幕降临 琴枪班子谢幕休息之时 一队士兵 和杨万顺的家丁们 就活跃了起来 而那些来看戏的青壮年农民 则中的拳套倒了煤 他们被这队士兵抓了壮丁 被逼当起了苦力 他们的工作 就是向地下挖掘 充当一场盗墓阴谋的帮凶 这些人要挖掘的目标 是一批西州文物 重点 则是这批文物中的青铜器 而杨万顺请的那位贵客 正是这场阴谋的主谋 杨万顺的贵客 名叫党玉坤 他是陕西靖国军的一名将领 1927年这个时候 党玉坤手下约有人马七千多 那时候 他已经盘踞在陕西凤翔县城里 十几年了 是凤翔一带的土皇帝 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 民国时期最贪的盗墓贼 党玉坤自宝山 清光绪十三年 即公元1887年 他出生在陕西复平县的 一个贫困之家 党玉坤的父母 都是老实八交的庄家人 家里兄弟姐妹 一共六人 这让本来就不堪的家境 更加捉襟见着 因此党玉坤没有上过学 很早离家闯荡 当了一名关中刀客 民国初年 党玉坤所在的匪窝 被当地的地方军围剿 党玉坤在这次战斗中 右腿受伤 落下了残疾 从此 他便被人称为党拐子 真名 便很少 再被提及 说起民国时期的军阀盗墓贼 历史上最有名的 当属东陵大盗孙典英 孙典英作案时 甚至炸开了 清 慈禧太后的墓穴 仅这一票 孙典英导来的宝贝 就装满了十一个大墓箱 但这还是无法跟党玉坤相比 说起民国时期的军阀盗墓 类似的情况屡见不显 这些盗墓军阀 有很多是没什么文化的 不知道 所谓文物 价值为何 至于盗墓动机 他们只知道 不懂之前 自己收藏一部分 显得既有身份 又有身价 另外的部分 迫于形式 直接卖给洋人 或是收藏价 折现 换军火 1928年的中国 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 国民政府发起的第二次北伐战争 已经接近卫生 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依旧占据着东北三城外 南京国民政府 在名义上 已经统一了中国的其余领土 而党玉坤所处的西北遗誉 自从1926年5月7日 冯玉祥在五元事实 宣布支持革命 并与革命军 一起讨伐北洋军阀后 西北的局势 也日渐明朗 之前 冯玉祥曾经请党玉坤 一起出兵 相助革命 攻打直系军阀吴佩孚 但党玉坤心里不情愿帮忙 便只派了一个旅的人马 前去支援 逐力部队则全部留守凤翔 此事让冯玉祥 察觉到了党玉坤 对革命的态度 党玉坤 还是想自己割举一方 于是1928年8月 在结束了陕西境外的战事后 冯玉祥便派自己的部将宋哲元 率三万部队 攻打党玉坤 驻守的凤翔县城 在冯玉祥决定派人 攻打党玉坤之前 党玉坤曾联络过 国民党西北军将领 岳维郡 希望得到岳维郡的庇护 有一次 为了讨好岳维郡 党玉坤给岳维郡送去了 一批自己平时收藏的文物 岳维郡离上往来 当机柴人给党玉坤 送去了手提机关枪20艇 水机关枪10艇 山西造圆盘机关枪 与各式子弹若干 这批军火 让党玉坤眼前一亮 打这以后 党玉坤就多次挑选 他盗取的文物 去和其他军阀做军火交易 以求巩固自己的势力 对于党玉坤来说 用古董行贿讨好上风 快速补充军火 这种一举两得的买卖很划算 但怎么将自己的成本 控制在最低呢 他想到了向死人借的办法 送给上司的古董 那可都是党玉坤经过精心挑选 最值钱的那部分 党玉坤是不会攻守相送的 可前面我们介绍过 党玉坤没读过书 这么一个几近文盲的家伙 怎么会对搜罗文物产生兴趣 而且竟然还能够特别准确的 鉴定青铜器呢 党玉坤鉴定古玩的时候 喜欢用一本名叫 西青古剑的古书 和手中的东西进行比对 这是一本讲青铜器 鉴定的专业书籍 非行家里首不能读懂 此中所列名文 如果没有人引导 文盲党玉坤 那是根本不可能 将此书钻研透彻的 真正让党玉坤这次产生兴趣的老师 是他在当刀客时结识的一位叫 五官石的傅平同乡 据西北革命史真稿记载 五官石乃民国初年间的 关中骑士 博文强制 由善鉴别书画 悲解古文 家中藏品不少 除了五官石的教授之外 党玉坤所在的陕西省境内 对于滋养党玉坤的爱好 也有着极大的作用 陕西的省会西安 是十三朝古都 西州 秦汉 唐朝都再次兴盛 一代代王朝的兴盛与更迭 让这片土地留下大量的珍宝 但人们总是相信 还有更多的宝贝被埋藏在了地下 因此 陕西盛产古玩的同时 也总被盗墓贼们惦记着 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 民国政府制定的法律 没有太多社会约束力 一些小的盗墓群体 都很是猖獗 至于那些手握重兵 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 明强都屡见不鞋 盗墓这种事 就更是无人敢管了 党玉坤第一次搜罗古玩 是在1917年的夏秋之际 那一次 三十岁的党玉坤 受上级郭坚的派遣 去洗劫陕西奇山的富户宋家 此行小有收获 党玉坤自己 也落下了两件古董 作为私藏 这让他对抢夺文物 传生了兴趣 自此之后 党玉坤开始倒卖文物 而且 倒卖倒卖的频率 是越来越高 都说三十而立 该是确定人生目标的时候了 而党玉坤 则在自己的而立之年 选择了一条 遭使人唾弃的道路 渐渐的 简单的倒卖倒卖 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贪欲了 在凭借着刀客的凶残作风 成为奉祥的土皇帝之后 党玉坤决定 自己去挖个宝贝 挖个大宝贝 党玉坤自己虽然对鉴赏古玩 很有一套 但至于哪片地下藏着宝贝 他却一头雾水 不过 很快就有人给他解了燃眉之急 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在村里搭台请客看器的乡长杨万顺 杨万顺 由于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害怕当地村民的惩处 因而希望拥兵奉降 军纪散漫 与他受位相投的党玉坤 可以做他的靠山 为了得到党玉坤的庇护 杨万顺对党玉坤说 代加湾一代相传是西州 某大贵族的墓地 古师叫斗鸡台 地下埋藏着许多青铜器 党玉坤听闻此言 习出望外 杨万顺的这招 头起所好 正中党玉坤下坏 党玉坤很快率不敢往戴加湾村 不过 当党玉坤赶到戴加湾村的时候 杨万顺 却又支持了党玉坤 立即挖掘的技术 杨万顺是怕党拐子过于大张旗鼓 数大招锋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 便想出了白天唱戏 晚上挖宝的主意 但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党玉坤却并没有得到什么 十足珍贵的青铜器 这让党玉坤大为光火 他历声质问杨万顺 是不是在耍他 杨万顺害怕党玉坤迁怒于他 赶忙再献一尽 杨万顺的邹主意就是扩大挖掘范围 这样就需要更多的人手来摆弄那些铁桥铁稿 为了满足党玉坤一个人的贪欲 十里八村的农民们可造了羊 七级败坏的党玉坤竟然下令 不论男女老幼 只要能干活的都抓来 两个抽味相投的盗墓贼 一场暗藏地下的阴谋 墓穴之中究竟埋藏着怎么样的无价国宝 在党玉坤这次盗墓行动之前 西州同届 在世界上只露面过一次 党玉坤也只是在古籍上看过图片 盗墓贼党玉坤因谋得逞 本冲锋得意的党玉坤 为何又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不怕明着强 就怕被人暗地里惦记着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盗墓活动一时 党玉坤还曾经承诺过 说凡挖到宝贝的 按照宝物价值的十分之一 给予赏金 若是在挖宝过程中 不幸身亡的 将发给家属 五百大洋的抚恤金 但很快村民们就发现 这不过又是一张空头支盘 有的人不愿意助手为女 于是便鼓动大家 找机会离开 有一个民工党师印象比较大 那就是这个极力地反对 档案继续在这里盗报 档案继续直到以后 就把这个人抓起来 采取十分财报的手段 把这个民工经在暴击 董城盟的这个盟上 活活地就给争死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明科的采访卢英 对待一己 土匪刀客出身的党玉坤 手段是极其残忍的 在党玉坤的高压手段下 那些被抓来的劳力 都是敢怒不敢言的 尽管逃跑的民工少了 但党玉坤的盗报行动 在他自己眼里 却依旧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 其实挖出来的宝贝也不是没有 只是党玉坤都瞧不上眼 对于古研的喜爱 文盲党玉坤是偏执的 他经常翻阅的西青古剑 正是教他剑上古研的 那个五官石所作 这本书让党玉坤 迷恋上了青铜器 渐渐的也使他成为了 鉴定青铜器的专家 而党玉坤此次盗墓也宣称 只收青铜器 在顶级的青铜器 没露面前 党玉坤就觉得自己 没成功 而在陕西戴家湾村一带 历史上出现过的 文物价值最高的青铜器 当属西州铜晋 晋 是周代人用来摆放 酒具的桌子 这桌面上的三个圆形的孔洞 就是用来放酒的 这铜晋的质地是青铜 距今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考古学家们称铜晋 对于当时的历史 文化 理智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价值 虽然铜晋没有在市场上拍卖过 但是拍卖市场上的青铜器 却不在少数 2001年 美国纽约 加士德艺术品拍卖会上 在湖南省桃园县 齐家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敏天全方雷 就以924万美元的天价成交 同年 在荷兰举行的欧洲古董博览会上 一支战国时期的青铜错金 浅绿松石墨尊 以1200万美元成交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县市仅存两件的 西州铜晋的 现实价值和文化价值 实在 清光绪27年 即1901年 西州铜晋在斗鸡台 也就是戴家湾村出土 后来这件西市珍宝 被清政府的地方政要 端方得到 端方死后第二年 清帝退位 清王朝倒台 端家家道中落 后来迫于生计 端方的后人便将铜晋 卖给了一个开价 数万两白银的德国商人 在这之后 铜晋几经一手 如今被安放在了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也就是说 在党玉坤这次盗墓行动之前 西州铜晋 在世界上只露面过一次 党玉坤也只是在古迹上 看过图片 物以西为贵 这也使得铜晋更加的名贵 但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 在挖掘活动 一直进行到六个多月的时候 这样传说中的物件 竟然真的现身了 一天傍晚 挖宝的民工们突然发现 在木道里靠近牧室的地方 露出了一片平整的青色 继续挖下去 果然是一件个头不小的青铜器 上面还有三个圆孔 当这个大家伙被抬出木屑时 大伙仔细估算了一下 这长方形铜器约有一米多长 样子很像北方农户里 放置在炕上的小桌子 温讯而来的青铜器专家 党玉坤 在仔细打量了一番后 确定 这的确就是西州铜晋 党玉坤觉得 挖了小半年的一个大木群 这样的里基用品肯定不止一件 党玉坤赶紧命人 在牧师附近继续挖 果然第二件 第三件铜晋 也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党玉坤不仅见到了 他梦寐以求的西州铜晋 而且还一次唠叨了三件 这让他兴奋的都快睡不着觉 挖到目标宝物 党玉坤决定先明金收兵 这场民国年间 涉案价值最大的盗墓活动 暂时告一段落 但在党玉坤只收青铜器的挖宝口号影响下 挖掘现场出土的大批淘气瓷器被随意丢弃 淘气和瓷器本身就是易碎片 如此这番折腾 让斗鸡台挖掘现场 几乎成了陶瓷碎片垃圾场 党玉坤如此做法 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文物浪费 也使得斗鸡台究竟是西州 哪个大贵族的牧群 至今令考古学家们无法确定 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跨度超过好几个月的盗墓活动 就算掩人耳目的工作 做得再好 也不可能瞒过所有的人 党玉坤在乱世摸爬滚打 自然也很清楚这点 到来这么多的宝贝 该咱们处置 党玉坤决定先运回家 再说 今天的陕西省凤祥县 通文巷16号周家大院 在1928年3月份的时候 还是当年聚首于此的 军阀党玉坤的司令部 这座周家大院 本来修的就是强高壁厚 自从党玉坤 把青铜器运到这之后 那戒备就更加森严 党玉坤把青铜器里面 最值钱的铜镜 藏在自己的仓库里 从来不对外人展示 还有一些带有明文的青铜器 那也都是党玉坤的最爱 每天党玉坤啊 会挑这么一两件 不同款的青铜器 放在他的屋子里 白天就摆在那 到了晚上 他会点上一盏油灯 细细的把玩它 这一天 党玉坤在屋里头 吸着烟袋 同时呢 他借着油灯的光亮 将手中宝物上的敏文 与这本西青古剑 对照十读 看得入迷了 他不自觉的 就将手上的烟袋 放到了一边 看着看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 一股烧焦的皮革味道 直接破坏了党玉坤的雅性 党玉坤这才发现 由于自己看得太入迷 油灯拿得离自己头顶太近 直接点着了 头顶的水塔皮帽子 他慌忙摘下自己的帽子 摔在地上拍打起来 直到将火熄灭 让党玉坤没有想到的是 刚才所发生的这一切 隔窗有眼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五个月之后 自己将会死于非命 而这批青铜器 便是他的 聪明服务 这窗外的眼 就是党玉坤的 三姨态 不怕明着强 就怕被人暗地里惦记 党玉坤把宝贝 放在自己眼皮的底下 并不代表决定安全 很快 党玉坤就感受到了 后院起火 引火 烧身的麻烦 据党玉坤的侄子 党独竟回忆 自打党玉坤 有一次半夜点着油灯箭报 被三姨态麻裁风发现后 麻裁风的父亲就坐不住了 他吉利教唆女儿 重金收买之前 负责盗掘斗鸡台的监工 党玉坤的心腹 刘柴馆长 柴馆长相当于 当地的警察局长 他又是党玉坤的心腹 可以随便出入党玉坤的住所 所以 麻裁风才找到了他 离遇寻心的刘柴馆长 收了钱后 便将四件铜器装入木箱 交由三姨态的人 投运回娘家 事后 当党玉坤清点宝物的 古董行家 发现东西少了 便将宝物失窃的事 告诉了党玉坤 党玉坤圣怒之下 很快查出 是身边人倒的鬼 当即派人 对刘柴馆长严刑拷打 得知宝物下落后 将之追回 三太太这边是摆平了 可事还不算完 党玉坤 一共有好几房的姨态 除了三姨态 二姨态张彩霞 更不是个省优的当 张彩霞 女土匪出身 江湖绰号 小白鞋 据说 他身手了得 既是党玉坤的夫人 也是党玉坤的第一保镖 党玉坤 虽然在其他老婆面前 腰杆很直 但是对于小白鞋 却惧怕三分 因此 党玉坤平时要是得了什么好东西 都要先让小白鞋挑选 剩下的 再给其他老婆送过去 日子久了 这种长时间的分赃不均 让党玉坤其他的老婆们的怨气 与日俱增 三姨太的事 只是个前奏 没过几天 党玉坤的三姨太 切保失败的消息 就传到了小白鞋的耳朵里 小白鞋 当时因为一些私人状况 没和党玉坤 一起住在周家大院 但听说了这事 他就火速赶到周家大院 勒令管理文物的人 交出宝贝花名册 然后找到了党玉坤 小白鞋看过名册后 向党玉坤索要了一批宝物 这里面有景福宫的玉佛 也有青铜双眼 还有青铜小顶 青铜九绝等物件 党玉坤惹不起小白鞋 只好答应下来 之后 小白鞋将要来的宝贝 运到了他自己 在凤祥城内的另一栋住所 宝贝还没在手里污热呢 自己的两个老婆 一个暗头 一个明抢 这下 当玉坤彻底郁闷了 他痛下狠心 铜镜是绝不能 再放在自己家里了 1927年的一个冬夜 大雪纷飞 在陕西省凤祥县的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里 只见有三名男子挥舞着铁锹铁锅 在费力的开凿暗洞 其中 有一个光头 身材魁梧 还拄着拐棍的男子 那便是党玉坤 在三个人的旁边 还摆着大木头箱子 显得格外鲜艳 这个防空洞的漫道 长约百米 他们几个开凿的暗洞 就在漫道尽头的洞壁上 三个人一边凿一边 还拿手笔量 他的尺寸 直到大木头箱子 被抬进了暗洞 党玉坤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并且挥挥手 示意另外的两个人 手工 被埋的木头箱子里面 装的就是党玉坤的心头肉 西周同庆 党玉坤原本盼战 他先把这东西给藏起来 等过一段时间 家里没人议论了 外面的时局也都平稳了 再把这宝贝给挖出 可让党玉坤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再也没有能够见到 这件宝贝 家中争斗 外界窥视 这批西周同庆 究竟给党玉坤 找来了怎样的杀身之祸 从1927年冬天的藏宝 到1928年秋天的兵败身亡 党玉坤的黄粮美梦 连一年都没做 党玉坤死于非命 同庆再次一手 这批无价国宝 又将落入水手 流向何方 清华日军当时还不知道 西周同庆的价值如何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终究是不可能安生的 假之党玉坤以前 对革命格外冷漠 一心是求自保的表现 这惹怒了西北军的 冯玉祥铲除旧军阀的行动 势在必行 于是1928年8月 西北军宋哲元部对凤翔县城展开了攻击 进攻出气 党玉坤的凤翔守军长着大批用文物换来的军火和修建的十分坚固的凤翔城墙 让宋哲元的三万人马围着凤翔将近一个月却久久不能攻克 宋哲元无奈之下向冯玉祥取电 希望冯玉祥能派离自己最近的张维席所部前来凤翔支援 当张维席赶到凤翔城下时 西北军的攻城兵力已经达到了六万人 而党玉坤的守军只有七千人 1928年8月31日 这场六万对七千的攻坚战第一次打响 尽管兵力对比将近九比一 但凤翔竟然还是无法攻克 九宫不下的宋哲元和张维席 开始仔细地研究凤翔的地图 最终张维席找到了突破口 他决定做一件党玉坤盗墓时经常干的事 挖地道 通过偷偷挖一条地道 四季将凤翔的城墙炸开一个缺口 地道的起点 张维席在地图上敲定了凤翔的东湖 通常的地理经验是 有水源的地方大多能通向城内 顺着挖肯定能寻到凤翔城墙根 不过为了不被党玉坤察觉 张维席和宋哲元派去的挖地道小分队 都是白天休息晚上干活 按西北军之略的记载 最后这条直通凤翔城墙的地道里 总共塞进了4000公斤炸药 1928年9月3日早上6点 随着宋哲元和张维席的一声令下 西北军引爆了地道中的炸药 凤翔城墙果然被炸开了一个缺口 城墙一开 党玉坤只能退入城中达巷战 此时7000人抵抗6万人 便无异于一轮击石 凤翔守军很快溃不成军 在两个小时内被西北军斩杀殆尽 党玉坤这个党拐子 也被乱枪击毙 从1927年冬天的藏宝 到1928年秋天的兵败身亡 党玉坤的黄粱美梦 连一年都没做过 在击败党玉坤之后 宋哲元升任了陕西省主席 当他以主席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记者们的提问也大部分集中在党玉坤留下的这大批宝物该如何处置上 对于这次记者会上的说辞 宋哲元在其口述的西北军制掠当中有详细的记载 我们来看一下 宋哲元的回答是这样的 党并继有商周鼎仪湖尊等骨气四十余舰 宋均陈列于省府新住之四面亭内 派有专员管理任人参观 直到1941年的一天 清华日军闯进了位于天津英族界的宋哲元宫宝 当时宋哲元已于1933年牺牲在了西风口抗日的前线 清华日军对他很之入骨 于是他们这次闯进宋哲元的家 好能够打砸抢 主要目标就是宋哲元收藏的文物 而清华日军抢走的这批文物中 竟然惊现了一件西州铜镜的身影 清华日军当时还不知道西州铜镜的价值如何 正准备把这批文物运回日本本土 请专人鉴定 日本人的发现 让宋哲元的三弟宋慧全紧张起来了 宋慧全不想中国的国宝落入侵略者之手 于是趁文物还没有被装传之前 到处托人送礼找关系 将铜镜赎回 党鱼坤挖出的另外两件铜镜 一件毁于宋哲元当年攻打凤祥城的战火之中 另一件被党鱼坤埋进暗洞 由于当年参与过帮党鱼坤买宝的人都已过世 所以至今下落不明 考古学家们多年寻找 以为能使之重见天日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西州铜镜 仅存两件 一件被保存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另一件则躺在天津博物馆 这样的国宝曾经深埋地下 成为传说 也曾惊陷乱世被人用作换取私利的筹码 但现在他终于被保存在了他应该在的地方 今天在天津博物馆的珍品厅里 这件谢文西州铜镜 已经成为了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堡 铜镜上的一道道裂痕 仿佛诉说着他曾经历过的过往种种 好在几经一手 历经沧海之后 国宝完毕归照 再一次成为了全民族的宝物 不再是归哪个个人左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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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